下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團隊來自香港 叫做香港保安 這個團隊是一個工程背景的團隊 在過去幾年 他們在金融業的工作過程當中 發現Cyber Security這個問題 很有機會 還有很重要很有機會 所以他們出來創業 他們一開始在香港獲得一些金融業的Traction 最近在澳洲也有一些小小的成績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他的Founder Marco 目前仍在澳洲來跟我們介紹 Marco, hello 大家好,我是Marco,Stomber的CEO 今年6月一份報告 訪問了全球1400個網絡資源專家 他們發現每7個企業 只有3個受不同程度的Ransomware攻擊 導致每個企業損失平均900萬台幣的贖金 公司除了要把公司系統回復過來 還要把缺口好好收補 防止二次傷害 因為同一份報告也指出 80%的企業被載備攻擊 而載攻擊的贖金就是兩倍起跳 2000萬台幣 作為管理权通點是 因為需要大量的時間去檢查每部電腦跟裝置 要在攻擊發生後3到4個星期才可以把報告拿到手 而這個時候我們就像大家的急救上一樣 有爛的時候 這裡公司循序守護 第一 預防比治療有效 我們跟WNC合作 把他們最厲害的人工技能系統拿出來給我們使用 因為我們的防禦能力比同業厲害了15% 第二 我們可以即時看到哪裡被攻擊了 防止那個攻擊礦大 第三 我們把3到4個星期才有的報告說到30分鐘 目標就是把2000萬放到你的口袋裡面 而實際上我們在網絡正常的時候 我們和WNC在這次研發的員工系統裡面 可以有效的預防預測 在攻擊發生時 我們的人工技能和界面 可以很快的了解哪裡有問題 減輕損失 攻擊發生後 我們也可以有機會報表 可以節省事後處理成本 還有發出的報告 很高清 這次我們加速器裡面 我們找到了WNC作為我們人工技能的夥伴 還有人系的尾簽 VFAN 作為我們銷售夥伴 有興趣感受一下的話 可以到QR库裡面登記 我們會聯絡你 我們是STARMINE 要我們一起保護你的網絡 謝謝 謝謝Marco Marco這次通過加速器合作 不僅是把他產品的想法上更完整 然後也找到了一些我們偽創集團的一些合作夥伴 那我們知道是Cyber Security的新創這幾年真的很多 因為問題實在是太重要了 那不知道Marco 你們公司有沒有在這個特別的地方或是特別的產品 或是你們有特別的鎖定的對象 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很常給問到 這是我們跟別的大品牌的公司的系統有什麼區別 只要兩個區別 第一個就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我們是服務的是一些100到300人的中型公司 他們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普遍的就是比較沒有機緣 去品一個網絡保安的人坐在公司裡面 去看那個系統 去看有沒有每一時每一刻 有一個hacker給在技能裡面去搗亂 第二呢 就是我們可以服務的系統的範圍比較廣 我們可以服務在雲端 還有在地上 就是在你公司裡面 伺服器的系統 我們也可以服務 還有不同的雲端 就是你是Amazon還是Google還是別的 我們都可以安裝 這兩個特點是其他公司 不行每一間每一所都可以提供的 謝謝問題 了解 謝謝Marco Marco這一次其實花了很大力氣一直想要來台灣 但是現在商務旅行還沒有到完全開放 我們希望下次就在台灣看到Marco 謝謝